12月8号 董女士经过杭州渔航区苍义绿院小区一位居民的介绍 看中了一套房子的主卧 她跟房东签了租期一年的合同 支付了3900元 其中1950元是租房押金 另外1950元是第一个月的租金 然后是11号生肖 然后我是12号第二天搬进去的时候 就感觉味道很刺鼻 然后身体不是很舒服 这个时候我就去问房东 这个房子是什么情况装修多久 他告诉我才20多天 对我来说很震惊 20多天的一个房子可以出租 董女士说 她当时提出对房子的空气污染物释放情况进行检测 一番沟通之后 她和房东都决定直接解除租房合同 我们是12号连夜搬出去的 11点多搬的房子 她说她第二天会退押金房租 但是第二天没有 第二天早上 她是对我微信发了一通输出 也没有告诉我要干嘛 董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中12月13号上午 双方沟通的不太愉快 房东没有退还租金和押金 从聊天记录来看 房东先针对董女士之前 沟通时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价回复 最终表示走法律程序解决 后来董女士又通过其他方式进行了沟通 对方在12月19号晚上退回了1950元租金 我想去沟通解决 然后让她把我约定好要退我的押金退掉 一开始是答应退押金和租金的 当时有没有答应过她 是的 怎么了 后来第二天不愿意退 她都愿意 看看微信聊天记录不就好了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可退可不退 那你说如果退 我是答应她看在阿姨的份上 我是跟她这么说的 她就好好说话不就完了吗 不要动不动的去威胁别人就好 别人也不是下大的不是 怎么你清楚了吗 她不是看过了吗 房东表示她是按照合同中为住满一年押金不予退还的约定处理此事 也免去了董女士实际使用房子的租金 她不满意董女士之前沟通时的表达 12月13号早上的聊天记录中 房东认为董女士看房时知晓房子刚装修好的情况是认可房屋的 房东还认为房间的甲醛含量低 董女士之前发给她的报警找媒体 自己是记者出身的表述有威胁的意思 过来道歉我押金退给她 为她自己的行为负责跟我们道歉押金 我一分不少还给她 这次双方还是没有达成一致 董女士表示会走法律途径解决 188黄剑继续报道